这个里面是气囊吗还是什么 对这个是爆开安全气囊 爆开的一个状态 那就比我们普通那个气型服要好很多了 它这个是 这摔了之后自动会冲气吗 对对对 它在0.002秒之内就把这个气冲满 它是有带气瓶的 那这么说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连接到身上的 对 一个卡扣从这边接出来 然后接在脱离了 脱离了自动就可以冲上了是吧 对对对 自动就冲气了 只要人车分离 人车分离扯开了 那用不用电池什么 不用 这个叫海莱特 法国的一个牌子 现在气冰的一直在中国这边做安全气囊 做得比较好 比较稳定的 哦那它是什么原理就是这个冲气啊 它这边有个气瓶 然后这边有个钻针 这边拉掉以后钻针 把这个气瓶扎破 它是那一个口扎破 它就马上冲 把这个气瓶占掉 哦 就说气体本来压缩在里面了对吧 对 这一个叫做几次贵刺判 嗯 可以拿那个消防斧砍的 嗯 可以砍都砍 嗯 一点事情没有这个是 哦这个后面这个如果拿斧头砍还没事啊 对对对没事 没事 这么厉害啊 这个可以啊 这个东西贵不贵啊 这一个差不多5000块钱 那也不是很贵啊 对对就运的东西嘛 要是说5000多块钱就不贵了 你一个头盔都三五千块有的 然后它有一个扶板 像这个 这个非常好这个 这个是扶板 这个是3000块钱 2999 这个跟那个不一样吗 哦 就一个背部不一样 哦 这个背部斧头能砍进去了 哈哈哈 也 保护性也是可以的 反正这个不要说斧头嘛 反正摔下去就绝对是保护 能保护的 没什么事情的 我100多摔过 你有穿这个摔过啊 然后穿的这一个 一点事情没有 你真人试验啊 对对对 你是专门去摔的还是不小心摔的 没有脚就摔的 你要身体都没事了 没事没事 这个就发陪我这样 脊椎什么也都没事了 没事 可以了这个 对然后这一个就是 安全配心 它没有充气之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跟我们骑行 反光马甲 对反光马甲是一样的 它也会 充气是怎么回事 充气就是人车分离以后 它就是充气 就跟刚才那种 对那一个就是充气起来的状态 就是人摔出去以后 它的状态就是那样的 跟摔出去的状态是那样子 对对对 然后平时是这样子的 对 哦 还有反光效果呢 对 平时就当反光马甲穿嘛 出事的话就当护具用 非常好 所以 真的是